到底英国的租务市场明年什么环境呢? 今天这条片我们告诉你 2024年租金的行情预测到底是怎样? 我们一起看一下SUPER最新出的 12月份的一个租务市场报告 看看来年的租金市场的预测是怎样? 先看今年的租金 到今天为止 英国楼租金普遍升9.7% 年代替年代替年代替租务需求跌了大概一成多 待会我们这条片段的综统后段 都有些细节资料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另外SUPER估计2024年明年埋单的时候 英国的租金普遍加幅大概是5% 我们看看下面的计划 SUPER估计明年来英国楼的加租情况 就没有过去2022年或者今年这两年这么夸张 过去这两年 其实英国那边加租 我们在看不同的报告都看到 9% 10% 甚至乎有些去到double digit 这样可以加的 另外内文也有提到 市场报告或者很多楼价报告 就是说说公不应求 去到明年来说2024年 其实公不应求的情况依然都还在 只不过明年的公不应求 就有机会相对比2022和2023有所舒缓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会儿我们都有一些资料 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截至到今年11月至12月这个时间 公不应求的情况相比5年平均都还差了32% 市场上依然都不够货 但是你说跟去年来比较 其实公不应求就有过舒缓 大概就相距11% 而在市场上的货 如果你看过去这五年的平均来说 现时货量都还是少的 接近两成的 但是比去年来说就大了两成 也就是说其实公不应求的情况依然在 只不过就没有去年2022年那么紧张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在来年租金上面的加幅 理论上如果看回我们刚才的数据所说 就应该明年的加租情况 是会比2022或者今年2023年有所舒缓的 加租的激烈程度就没有过去这两年那么厉害了 其实伦敦这边来说过去这十年曾经有两个时间 租金上是出现一个负增长的 即是说减租 第一个时间就大概2016到2017年 第二个时间就在近一点 就是pandemic那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疫情的时候 伦敦是很多人离开了的 那个租务你见那个跌浪都挺厉害的 平均来说减了差不多10%有多的 那么及后就去到2021年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就其实英国那边病毒共存 那很多人就重新就回到伦敦那边 所以你见那个租金呢 急升得很厉害的 甚至乎我们较早前看一些报告 譬如Rightmove那些 租务报告普遍伦敦那边加租 说的是差不多18-20%的 按年那个加租 cover较早前减租这一段 所以变成一下子租金又飙上去 那去到明年呢 就现在Supra就估计 就伦敦那边Average的租金 就大概加2%的 2%这个水平应该是回到 大概是2017到2019 大概这个水平 而另外就英国的平均租金 你见它也都相当稳定的 如果Average就曾经在pandemic 那一年就出现有少少的减幅 那基本上你见之后都继续加的了 也跟伦敦的走势类同 只不过伦敦这边 你见那个上落的波幅 就比英国平均上落的波幅为大 不过这里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 现在Supra它是有一个predict 估计租金加幅是会加少了 所以你见这条curve是下来 但是它不是跟你说减租 这是两件事来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那英国那边加租呢 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理据呢 可以加得这么厉害呢 十几个percent 或者十个八个percent 那其实内闻都有提到的 主要加租有几个原因 第一刚才提过 因为pandemic 当市场回复了原状 很多朋友之前走了 离开了的又回出来 那变了就重新可能要找楼 那经济活动再开始回 变了在租务需求上 那demand就重新在市场上涌回出来 那变了你见刚才的租金 一下子可以加得很厉害的 那另外呢 第二个factor呢 就是那个劳工市场 劳动市场那边 大家有看过呢 英国的ONS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呢 其实英国的失业率呢 处在接近二十几年的一个 相对偏低的位置 那所以那个劳工市场呢 其实都依然是相当健康的 那变相呢 亦都support到那个租务市场 那第三呢 我想很多朋友都一定认同的了 那其实过去这两年呢 全球都在那里加息啦 那英国也都当然其中之一元啦 那说着由2021年年底呢 加到去呢 今年大概第三季左右呢 其实说着那个加幅呢 是加了十四次息的 由0.1厘加到现在5.25厘 那虽然呢 最近呢 英良银行那边就没有再加息了 连续几次 那但是呢 按揭利率呢 畢竟都是比呢 早几年呢 是加了很多 那所以变了呢 就我们都有不少呢 B&O的朋友呢 移民过英国呢 外于那个息口上呢 即是太贵了 可能它不自由都比较紧 那变了呢 其实它去到当地呢 就可能呢 暂时放弃买楼 做mortgage 反而呢 就选择是租楼的 那当然呢 可能你身边也都有朋友 会选择这样做的 因为过去这两年呢 英国那边加租确是很厉害的 那甚至乎呢 如果当初呢 你落脚的时候呢 是选择伦敦呢 尤其是这两年呢 那真的硬吃 吃到应一应呢 伦敦那个租金大升浪 那多了人选择租楼呢 就放弃可能买楼 或者暂时不买楼 那变了呢 就在那个租盘呢 盘元上那边减少了 多了人去找租盘呢 那变上呢 也都扯高了租金的 那那最后呢 那当然呢 那个租金的租金呢 那当然呢 那尤其是呢 那些外来人口涌入了 因为说过去一年呢 英国那边 足足有74万人呢 是涌入来呢 那变了呢 其实政府最近 也都开口了 就说明呢 就来着要减少 那个外来人口进入了 那尤其是一些医护啊 或者一些留学生家属 那虽然呢 这一刻就对BNO 没有影响了 有一样东西呢 可以见到呢 就是有机会呢 那个租金加幅呢 也是因为这一样东西呢 是来着这几年呢 是有所舒缓的 因为进入英国的人口相对少了 那因此呢 就令到那个租金上那个 那个抢价的情况呢 应该就没有过去这两年呢 显得这么夸张的了 那市场上那个走势呢 应该估计呢 由过去这两年呢 一个疯狂加租的状态呢 就变回一个平稳加租的状态 那另外呢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呢 其实呢 租务市场呢 跟我们楼宇买卖市场呢 差不多呢 一样的 都是由一个淡黄贵的 那例如这个图呢 你可以见到呢 就不论是英国整体呢 或者是伦敦呢 以现时呢 那个租务市场呢 埋近回去每年的年底呢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淡贵的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channel 讲了比较多的manchester 其实如果你说的呢 在冬天时间呢 你放层楼出街去放租 或者是说的呢 就在旺季时间 尤其是在一些留学生 开学之前 过来这边呢 就早几个月过来租楼了 那市场上的分别呢 可以去到很大的 那所以呢 就一般来说 如果譬如说 买买楼呢 或者是租务呢 年头年尾呢 一定是相对最淡的 那另外呢 如果看回这个图 2021年之前呢 其实你见到英国整体呢 或者伦敦这边呢 每间楼来说呢 那个查询呢 大概都是十单左右左右而已 那大概去到2021年呢 大概5月开始 你见到那个查询是很厉害的 那尤其是呢 去到最高峰期呢 大概2022年去年的第三季呢 那每一间出租的物业园 说的那个查询状况呢 竟然可以高到呢 去到45个查询的 相当之夸张 那近期来说呢 就开始回落了的了 那也是因为那个淡贵的影响 英国的average来说呢 大概呢 每间楼来说呢 有17个查询 伦敦来说呢 大概有10个查询的 那所以呢 就年头年尾 如果大家要放租 要注意这件事 那甚至乎我们买买英国楼 都需要经过律师楼 去帮手处理 2月中打厚呢 其实很多律师 已经开始放假的了 那所以就这一样东西 我想大家要注意了 尤其是放租 年头年尾呢 应该这个市况 是相对比较淡静一点的 那另外呢 如果看回这么多的城市来说呢 就 加租最劲呢 都是北部地区的了 15.2% Glasgow那边呢 13.2% Manchester 12.2% 那基本上这些呢 全部是Double Digit的了 纵使呢 如果你见最近呢 英国楼呢 就你看看 过去这几份report Supra好 或者Rightmove 英国楼的楼价呢 你见就 外外祭祭 那边有些report 你见跌1% 有些跌2% 那但是你见呢 在租金那边呢 过去这一年呢 就回报呢 依然都是几两例的 都是Double Digit的 过去这一年呢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呢 是找我们 就是帮忙找楼 很多时候呢 都是想找一些 先出租后自用的一些物业的 那因为 为什么呢 听回这帮 找楼的朋友说呢 其实他们较早前 可能有些亲戚 已经过去英国那边 完全没有买楼 纯租楼 但是就见到那个情况呢 尤其是伦敦这边呢 就在疫情之后呢 加租加得这么厉害呢 真是这一年多呢 是完全硬吃了 那个加租的情况 所以呢 我想就来近新一年 2024年呢 如果大家真的想着 明年呢 是过英国那边生活呢 甚至乎可能 25 24 25 26都好呢 那最稳定的做法呢 其实就现在可能 就是趁着呢 假期呢 可能就是上网呢 找多些资料呢 做一做功课 那如果呢 你是要想着 入手一些新盘呢 千万呢 没有一个想法呢 到时过去才看 很多时候呢 你就算找到楼呢 很多盘你都未必合心水的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就准备移民过英国的那些朋友呢 我们见到呢 起码都提早呢 一至两年 甚至乎三年呢 是暴处定的 那最后呢 我们一起看阿Guy 这两年呢 英国那边呢 那个价租情况 伦敦来说呢 你见到呢 2022 23年呢 分别加17%和9% 曼城呢 15% 12.2% Bermingham 都是Double Digit 那平均来说呢 现在要在当地呢 譬如来 可能你要放租呢 大概来说 13天呢 就已经放下了 伦敦呢 依然呢 都是负担能力呢 最大的地方来的 那所以呢 我想如果大家真的 想着在当地呢 最终下距 在选择在伦敦呢 尤其是在松1到松5地段呢 最好真是呢 就筹谋定 稳定楼呢 就总好过去到当地呢 就真是白白的 每个月这样去交租 而因为呢 最近大家都了解到 按揭利率呢 其实已经会下跌了 那未来的2024年呢 亦都是减息年来的 那变成了 如果你想着呢 即是今年 享受到的存款高息呢 明年可以继续享受呢 可能呢 这个如意算盘呢 就未必会再有效的了 至于你说什么时候买呢 买哪里呢 一房两房三房 怎样选择呢 那这个呢 好看回各下自己本身呢 就家庭计划 和你自己本身的财务状况的 那如果大家呢 看完这条片呢 亦都想了解多些少 尤其是伦敦 Bermingham 和Manchester 当地一些物业市场的 一些租务情况 甚至乎可能 看一些楼盘有什么选择呢 看完这条片之后呢 亦都可以WhatsApp我们的 今天这条片呢 分享大致上差不多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